有一个上色的效果嘛 对吧 装看起来是更这个突出了 妆容啊 然后这个小技巧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选出阴影部分 然后用柔光和绿色聊种办法 变亮或者变暗 那下面咱们对这个图片的整个的 画面色调进行调整 咱们还是要先Ctrl Alt加Shift加E 该印一个图层 然后第一步做什么呢 不管是这个怎么样的森细 你会发现之前的几部森细 我都做了这个模糊的 柔化的处理 对不对 就是梦幻的那个效果的处理 那这也不例外 咱们还是进行一个模糊 然后数值大概齐就行 然后这块选成柔光 对吧 整个你看这个背景和人物 是不是已经梦幻了 梦幻的同时它也加深了 对吧 梦幻的同时也加深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还要把人物给它擦回 所以在这个图层上 新建一个蒙版 然后用B100的数据 100 哎呦 我这个 直接拉吧 总是有输入法 那个干扰我 然后用这个黑色的画笔 逼黑色的画笔 然后放大一些 把人物擦回来 我这一次呢 只对整个的背景 进行一个柔化的处理 我的人物呢 是不动的 人物是不动的 因为人物刚才动完以后 你会发现它整个曝光都变黑了 那个效果绝对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呢 我人物是不动的 但这些草我决定不擦它 这些草 我觉得手里抱着这些草 如果是有这种梦幻的效果 看着还不错 只要把这个手指头这块 稍微的细致一点的擦出来 就OK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之前之后 对吧 除了大部分的人物 其他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柔化的效果 都已经有了柔化的效果 这个手的边缘呢 可能还有一点 我们再把它擦回来一点 这块也是 有时候我们就 你如果是对比看的话 有时候你不用这个 你不用这个 把的那个红色的萌板点出来 你也可以对整个画面 有一个大概的操控了解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变完这个以后 我会发现人物的面部曝光 其实有点差的 那我给人物的面部提点曝光吧 因为这个白色的衣服 包括这个花呢 都是有一种 这个柔光效果之后呢 会很亮 所以说这个 人物的面部呢 就需要 来提一点亮度 我们依然用萌版的效果啊 整个选出来 然后Ctrl I 把曲线 对吧 我们用白色的画笔 把这个人物的脸部擦出来 擦出来的话 这块应该我用一个80的不透明度吧 100的话稍微有一点多啊 要尽量一笔擦下来 因为你但凡擦第二笔 它就是百分之百的深度了啊 一笔擦下来的话 它都是80%的这个流量 好 人物的面部擦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 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那我可以再用黑色的画笔 把这个 把头发的地方 再稍微的擦一下 对吧 这块刚才也是带着一点 把没有必要的地方都给它擦回去 看一下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再把黑色的地方擦回去一些 尽量保证只有人物的肤色是变亮的 然后人物的这个面部提亮以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 整个画面进行第一次色彩的调整 我们先选可选颜色来看一下 可选颜色里边呢 因为画面里边其实 这个红黄绿都有 那我们先对红色进行一个调整 其实有些人会发现 那我看这背景都是黄的 其实不然 这里边很多 你看看到了吗 这里边很多都是红色的元素 这张图跟别的图不太一样 它这个绿色的少 所以说红色就会相对来比较多 那我们把红色里边的黄去拖一下 看一下 我们要的是秋色的感觉 所以把黄可以直接拖到底 然后呢 再对 再对这个 黄色的地方进行一个调整 如果这样的话 会效果不明显 对吧 这样的话效果会明显 但是也不能过 你过成这样就不好了 你看拖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正好有一个过渡的区间 它是特别黄的一个点 对不对 大概是30 我到30就可以 拖到30 29也行 然后咱们看一下 这个之前之后的效果 对不对 之前之后的效果 把红色的部分 包括人物肤色有点偏红 都变成黄色了 但是人物现在面部有点太黄了 我要用这个黑色的画笔 把人物的面部稍微擦回来一点 用70% 然后把人物的面部擦回来一点 这个胳膊这块也可以适当的擦回来一点 因为这也是属于肤色嘛 肤色都变得很黄 不好看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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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